字幕提供 各位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ROS 我们的大纲有 Middleware与 ROS 的起源 还有 ROS 名词解释与概念 使用 CACCIN 编译 ROS Package 接着用 ARVIS 去视觉化自动驾驶资料 还有Ross Beck的介绍 机器人软体的历史是 2004年美国的国防部无人车比赛DARPA Grand Challenge 那时候每个团队要开发功能超越当时的顶尖自驾车横跃沙漠 车子上有许多感测器需要与处理器沟通 因此需建立一个架构 那左边这边是史丹佛大学的Stanley自驾车 以下有一些故事的连结 自驾车上面的软体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很大的程式 或者是写成一个一个被重复使用的模组 有点像程式里面的物件化的概念 右边是一个漫画 大概在想说机器人 机器人这个学术研究一直在重复造轮子这件事情 Middleware叫做中介软体 中介软体依右边这张图 ROS就只是一种Middleware 虽然它叫Robot Operating System 它既不是作业系统也不是应用程式 是连结软体元件之间的沟通 比如这一张图 它是在使用者应用程式与作业系统和硬体之间的负责沟通的事情 它也要能具备一些记录与回放的功能 底下有三个Middleware ROS跟LCN 那还有它们相对应的细节 ROS名词概念与解释 在ROS里面的Node就是工作管理员底下的Process 抛起来的程序 Node之间互相传送的资料风包就叫做Topic 那在图上我们会以椭圆形来代表一个Node Node跟Node之间传送的风包Topic用长方形 那它是一个组Server跟Client的架构 就是DNS Server 并使用XML的方式去做序列化 那Node的角色有分 Publisher与Subscriber ROS传送风包的过程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叫做ROS Core的东西 叫做Master就是Server 接着比如右边有Publisher跟Subscriber Publisher发布者会先向Master去注册 就像DNS Server去一层一层网上问说某个网站的IP在哪里一样 接着Subscriber开始去发布它的风包 那Subscriber需要相对应的TOP封包就会去跟Master去询问 那当他订阅到这个Topic 他们之间就建立了连线 所以Master负责Node之间的通讯 他们是TCPIP协议 那Publisher跟Subscriber之间互相传送Topic 一旦两个Node建立起连线 风包就不会再经过Master 那因为有做序列化这件事 使得Python跟C++写的Node可以在ROS上沟通 同时ROS也实现了Remote Procedure Code 因此我们可以远端启动机器人上的电脑执行单元 那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想想看 第一个我们可以有两个同样的Topic名称吗 第二个假如我的Master开在树莓派上面 笔垫里面的两个Node互相丢Topic Topic会再通过WiFi绕到树莓派吗 还有我们要怎么去划分Node的范围要多大 那假设我们传的资料量Topic是点云很大 怎么办 一个Node怎么同时订阅多个Topic 比如我们在做双眼视觉的里程记或重建的时候 我们需要两张照片几乎是同时拍摄的 那假设Master这个Node上掉了 我们还能继续传资料吗 那跨机器的传送Topic要怎么设定 还有第七个问题 我还能做到300%双眼视连来 那次完成 第一个问题 我可以展开